你有没有想过宇宙以外 除了我们还有其他生命的存在 或者有没有想过 这个地球究竟是如何诞生 我也是近期才知道 原来世界上是一个神秘的组织 叫做Zeddy Institute 专门就是研究地球以外的生命迹象 他们会支援NASA 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 就连已故的Steven Hawking 都有投资他们的项目 唯求达到最全面 搜寻外星通讯的行动 We have always asked Are we alone? We've wanted to know Who's over the next hill? What's out there? 周北斜坊间都会流传 有人在天空那里 见到一些外星的物体飞过 最爆的一宗新闻就是25年前 有一架美国军机 在上空那里见到一条彩色的光线 很多人当时都以为 真是外星人的出现 直到卫星的出现 才发现原来一个全新的物理学现象 其实到现在都还未解释到 这种全新的物理学现象 它的起因甚至乎原理 就好像SETI Institute 用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去研究 还未有办法可以确确实实地 证明到外星人的存在 但他们仍然坚持着他们的搜寻行动 就好像以前15世纪 哥伦布的探险家 不断去探索才可以发现更多的新大陆 那这个题材 究竟和游轮旅游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在2023年 Swan Halenic 这个游轮品牌 就和SETI Institute 添了一个全新的合作计划 但必须在指定的行程中 我们这班旅客 就可以和SETI Institute的专家 面对面交流 天文学 地理学 恒星学 还是大家最关注的议题 究竟地球以外 有没有外星人出现过的迹象 和他们一起在海中心去探索 地球以外的新发现 这系列的行程 可以说 专为针对Swan Halenic 他们一班冒险家去设计 提供了一个结合了 地球和太空探索的旅游体验 绝对是前所未有 但其实 云云之中 那么多的探险游轮品牌 为什么SETI Institute会选择了Swan Halenic 这个故事 就要带大家回到1950年的时候 Swan Halenic 其实是第一间游轮公司 去创立文化探险航海概念 最初的时候 他们就带同了希腊学会一班学者 去深入探索古典希腊的文化遗产 第一次的旅程已经大和好评了 所以之后 他们陆续推出更多挑战性 以及结合交流意义的行程 也邀请不同的作家、学者 甚至乎认识的人员 作为特要的港姐 70年后的今天 Swan Halenic 仍然坚守着他们的核心价值 每个行程都要包含地理探索 文化和科学发现 还有当然令到他们突围而出的 是因为他们坚持着 不会重复同一个看线 描述一些不寻常的目的地 令到客人可以有机会 探索更多其他旅行者 未听过的地方 当然这样也可以协助到 SETI Institute的研究员 可以去到地球上 比较偏远一些 或者不寻常的角落去探索生命 在2023年 其实Swan Halenic 和SETI Institute 都完成了几个合作的旅程 例如去年7月 邀请了恒星科学研究所 最高级的科学家 带领大家在非洲的星空下 尋找外星生命 还有去年8月 邀请了一位 带领两对NASA团队的博士 去探讨宇宙 和其他可能移居的世界 可想而知 这个系列的港者嘉宾 是多么有份量 在2024年 Swan Halenic 和SETI Institute 陆续推出更多的新行程 当中还邀请了几个重量级人马 包括研发过送去月球太空船的开发园 发明NASA做研究仪器的科学家 甚至乎SETI Institute的CEO 都亲自出马 和我们一起去探索 今年他们其中一个 去地中海的行程 我们觉得特别吸引 除了去到一些主要的旅游景区 包括Termina Palermo 和Athens 还会去到Laparie的小岛 让你亲身见证16世纪西班牙建造的城堡 当中你会发现有超过6000年历史的古代考古文物 他们的历史甚至跨越了几个帝国时期 然后游轮便会带你去一次非常特别的航行体验 就是穿越一条全长6.4公里 最窄21.3米的波林斯运河 即使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它的长度等同于50个金字塔加起来的高度 而广度就是一个标准泳池广 所以是要Swan Hanani这些细寸才能让你进去 而这条运河里面 除了有非常壮观的圆埃和石壁 它的历史更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时期 这位是世界工程史上其中一带奇迹 Swan Hanani除了主打 带旅客去一些不太沉上的目的地 它们的船都是用非常奢华的设计 令到旅客可以用最舒适的方法 去探索它们的冒险旅程 船上面里面的装修是用北欧的设计风格 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全景的玻璃窗设计 去到哪里都可以欣赏到外面的景观 Swan Hanani旗下是有三只船的 而全部都是主打小船 再客量由150到192位 所以船上面不会有很多娱乐场所 餐饮都是有三只 但是他们的餐饮选择都是亮点之一 因为菜单替人委之年升级的厨师去设计 而在指定的行程中 更加会邀请一些名厨做客席的嘉宾 去为旅客去烹调美食 所以每一个细节 都是绝对令到你爱上Swan Hanani品牌的原因 刚刚也提到Swan Hanani主打小船 很多旅客都是来自世界各地 所以它的行程很快就全设计了 如果你是对太空或者古代文明探索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到我影片的详情里按入连结 看看它的航线日子 这个绝对是难得的机会 让你可以直接和SETI Institute这班专家面对面交流 Swan Hanani除了和SETI Institute有些特别的行程之外 它也有其他韩线的南北极州 去希腊 甚至去非洲的韩线都有 亦有兴趣欢迎在我影片详情的连结浏览一下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 又到这个游轮品牌 有什么看法会否吸引到你去试试它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亦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集再见